棋局变幻万千 妙手精彩瞬间 各位企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棋丝妙下 我是王湘如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将要为大家带来的精彩棋局 是BC信用卡碑 世界企王战中的一盘对局 那么对局者的双方 都是来自我们中国的 谢贺棋段和刘欣棋段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大棋盘 此时呢应该说 这个局面是进入到一个中后盘的阶段 那么其实呢 我们想要给大家展现的 这个这盘棋的精彩之处呢 是在一个收官的地方 可以说这个局部呢 是在一个收官的地方 那么我们现在把这个目光啊 聚焦到右下边这样一个局部来看 那么黑棋的这个四个子 与白棋的这几个子呢 本身是一个杀气的状态 但是呢这个气呢 应该说现在比较清楚的是 可以看成这样 白棋呢有四口气 那黑棋呢也有四口气 那么实战的白棋呢 下出来的这个好手呢 无关这盘棋的胜负 但是呢 确确实实是一个非常巧妙的 这样一种收官的手精 所以说非常想介绍给大家欣赏一下 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 比方说白棋正常的收气 走在这儿 走在这儿收到了黑棋的气吗 收到了 但是呢黑棋可以小尖一个 这样子呢 黑棋可以这样坐眼来杀白棋 这样木数的话呢 对于黑棋来说是要 嗯 比直接这样收气吃呢 要大不少 因为呢 比方说白棋这样收 黑的就跟着在外面收气就可以了 这毫无疑问是多了这个 一二三四五 大概五六木齐这样的一个价值 所以说 白棋如果简单的收气的话呢 嗯 相对来说还不如就选择脱先 所以此时的白棋 在这个直部是有一个小小的手精 我们来看一下实战的流星 是怎么下的 点一个 一路的点 这应该说是很 这一步下刷以后 就我们就感觉很像这个手精的 这样一个样子了 确实 如果呢 此时啊 黑棋这样收气 比方说 往外面收 因为这个打吃呢 基本上是白棋的权利了 如果说 这样收的话呢 那么白棋就跟着往外收就可以了 所以呢 实际上的黑棋呢 是必须要进行一个交换的 那么我们先来看啊 它是先冲了一下 这是黑棋的权利 那么走成这样 这跟我们刚才摆的是一样的 截住 然后呢 挡下来 这样呢 这个交换啊 白棋的这个点 跟黑棋的这个挡 对于这个收气来说 有什么样的一个便宜呢 假设此时白棋 仍然是往这一带走的话呢 我们数一下棋 白棋呢 还是四口 黑棋 一二三四 一二十四口 那么黑的只用 简单的收气 那么就可以了 那这样的话 白棋其实是没有获得一个明显的关子便宜的 所以 白的呢 紧住气 那这一紧呢 就可以看得出来白棋 这个一路点跟黑棋挡住的交换 有什么样的便宜了 如果说黑的还是收气的话呢 白棋从这 一紧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紫石 交换了一下 迫使黑棋 没有办法在这儿煎了作也 如果黑棋直接收气的话 被白的一团 现在白棋三口气 黑棋只有两口 这样很简明 是白棋把黑的吃掉了 但是我们的前提也知道了 白棋这个点呢 只是一个收关的手筋 并不是说 要把黑棋吃掉 因为 这还是 不太现实的 所以呢 实战的黑棋呢 被迫啊 为了在这个地方 长出一口气 否则的话 直接收气 我们也看到了 被白棋紧住 黑棋是气不够的 所以 黑的呢 先尖一下 这样呢 长出了一口气 然后 再回来收气 我们会发现 由于有了黑棋这一口气的 长出了这一口气呢 白棋挤过来 黑棋可以直接走 白棋之里呢 就不入气了 虽然说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黑棋最终呢 还是把白棋给吃了回来 但是呢 我们会发现 由于有了当初的白棋这一点 和黑棋挡一个 作为一个交换 那么使得黑棋被迫啊 必须进行这样一个小间 跟白棋挡下去的交换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 这个棺子 也就是说木属上的区别 由于白棋多了这个二路的一个力呢 使得这一带的 这个一路的大身腿呢 就是非常的现实了 并且 如果说一旦白棋外围比较厚化 还可以点过来 那么诸如此类的手段呢 由于有了白棋的这个立一个的这样一个子 所以呢 使得黑棋用上角的这个空呢 就会大打折扣了 所以这就是白棋点掉一下 再收气这样一个巧妙的作用 而且留此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 由于刚才如果没有这个点的话呢 黑棋白棋直接收气 黑的是可以选择走在这儿 虽然说这两下交换也是损的 但是呢黑的一手棋把眼做到这儿 这里面之后呢 不用收气 所以呢 这少了一二三四四口气 四木棋 同时自己还多出来一幕 那就是五木棋的区别 但是呢 如果说实战的这个白棋点掉之后 以后这个这一幕棋 白棋还是可以连回来的 也就是说白棋如果一连的话 黑棋只能收 然后呢白的吃一个还是先手 黑棋只能吃过来 实际上黑棋这样交换 其实只是为了长气 并不是说木树上的便宜 白棋最终还能够把这一子给吃回来 所以呢 这一来一回这个木树相差就比较大了 我们可以数得出来 这样比起黑棋 白棋直接收气 被黑棋这样小间了作眼的话 之前有一二三四五 现在呢这五木棋没有了 白棋还多出来一二 这一木棋是两木半 那等于一来一回差出了七木半 七木半呢 我们都知道在这个中国的规则当中 黑直黑先行的一方呢 是要最终贴出七木半这样的一个贴幕的 所以如果说在这个高手的对峙当中 由于一步棋的失误 一下子差出了这样一个贴幕的话 实际上是难以想象的 所以呢这个直白的流星呢 在这个细小的局部呢 实际上是非常的细心 同时呢也是把这个棋正确的下法呢 演绎的淋漓尽致了 那好 这个棋呢 应该说是向大家介绍了一个 相对来说比较偏于局部的这种手筋 那么同时呢也是让大家欣赏到这个高手 不但有一个我们在这个看棋部的时候 不但要领略这个我们职业棋手这种整体的对于大局的一个控制能力 同时呢在这些细微的局部当中呢 也要细心的观察他们下出来的这样常用的手筋 好的 那么这盘棋呢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了 稍后我们将为大家带来第二盘 各位旗友大家好 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下一盘 其实呢这盘棋跟我们上面介绍的上一盘棋呢 是同出一局都是BC信用卡碑世界棋王站的一盘对局 那么这个对局者的双方呢是谢赫棋短和刘兴棋短 那么此时呢我们之前给大家介绍了这个局部 白棋的一个巧妙的一个棺子的收数问题 那这个行棋呢棋制中盘呢 可以说已经基本上要进入到一个大棺子阶段了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初步的判断一下形式啊 黑棋此时呢吃掉了下边的这一块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 二十八木三十八三九四十四一四二四十三 四十九木棋左右 那么这个上边呢由于有一个大伸腿 那么可以看呢黑棋算到这一代 七十二 七十四木棋左右 黑棋 白棋呢 二十三 那中腹的这个潜力比较不好算 那基本上呢白棋这个虎一个是 就是基本上黑棋是不太能够出头的 那但是这一线呢可以跳出来 刚才这数到的是二十二十二二十三 四十木 五十五十四五五六七六七六八六九七七七七二 如果说这块棋白棋能够这样子围上去的话呢 基本上这盘棋应该说是一个黑棋贴幕比较困难的局面了 那么现在此时的这个局面呢是轮到黑棋先下 可以看到此时的这个盘面上的大厂啊 这个中间的跳一个应该说非常的吸引人 但是呢由于我们之前的判断认为 如果这块棋基本上就让白棋围到这一线吧 因为黑的这一带的话要出头只能长一个 如果肩的话被白棋一挤这个黑棋出不去 所以说黑棋出头的话只能大概长 那么由于自己这块棋其实黑棋虽说是算了还有两三个棋 但实际上还没有一个完整的就是确定黑棋是活棋这样的一个形状 所以说嗯这个收官对白棋来说比较好收 但是现在这个盘面上啊出现的一个唯一的一块还不确定的棋呢 就是白棋左边的这块扣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之前呢黑棋实际上已经在这走了两个交换 但是这两个交换呢黑棋没有紧接着的一个后续手段去下 那么但是呢实际上啊我们可以看到白棋这飞啊这有一个飞 那么相对来说再加上黑棋这两个子作为一个接应 实际上呢白棋的这个空里面还是多多少少存在一些味道的 那么关键是呢黑棋如何利用这个味道 那么在白棋的空中实施一些对于黑棋有利的这样一个变化 下面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实战实战的黑棋呢应该说是也是下出了一部非常巧妙的手筋 从而呢破坏掉了白棋这样一个比较看似比较完整的这样一个空 实战的黑棋我们先来看 断一个 这个断呢是在实施手筋的前提下呢必须要做的一个交换 如果说白棋退让那么黑棋的这个打吃就变成了先手 那这个棋如果说变成先手的话呢黑棋也就不用考虑在这个边上去再进行出棋了 因为我们看到如果说纯粹收官而言的话黑的在这打吃白棋打黑棋提 这只是一个六目鞋的关子 并且呢是双后我们知道双后就是双方都是后手 但是如果说实际上的黑棋断上去白棋要选择这样妥协的话呢 黑的一打白的一提 这样等于是黑棋先手啊把这个打拔掉了 并且呢还可以尝一下 这样等于我们可以算作是一二三四五六七七目墙的一个先手关子 嗯由于当初的一个后手双方后手的六目鞋变成了黑棋先手的七目关子 这一来一回那么差别又非常大 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局面下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细微的 如果这样子黑棋再争到先手往中控这边比方说跳一个 那么可能这个局势就要发生一个实质性的变化了 所以呢当黑棋断的时候白棋无论如何是要印在下边的 接住 那这样的话对于这个局部有什么棋呢 首先我们从这个低杆上来看啊 想立下去 但是这个立的话呢 大概白棋就跟着外面印就行了 比方说接住 那么在之后黑棋又拿不出一个有效的手段 如果说吃一个的话 看上去好像有点味道 但是实际上白棋就这样提掉 黑棋在这个局部里面呢 要想做出两个眼来 我想是比较困难的事情了 所以呢 黑棋 另一个应该说是排除掉了 但是呢 这两个子又确确实实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 那么这个作用怎么发挥呢 还是得追溯到白棋的这样两个非的一个连接的问题上 其实呢 针对于这个棋形 我们其实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会有遇到类似的情况 比方说我提到过一个棋形的这个正形与否的问题 比方我们在了解一个棋形的时候呢 我们打个比方 这个时候 白棋的这个单关跳 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比较完整的棋形 因为你在当白棋选择了这样一个单关跳的时候呢 相对来说 黑棋想要把白棋在这个棋形当中有一些破坏是不太现实 但是呢 他这个步子相对来说就没有从这飞过来 这之类的这样一个对于对方的压迫力会更大 但是呢 虽然说这个棋啊 白棋飞过来比白棋单关跳呢 对黑棋的威胁更大 但实际上同时呢 白棋自身的这个连接也存在了这个跨段这样的一个危险 或者说间断这样的一个危险 所以说棋呢 基本上呢 还是非常平衡的这样一种项目 所以说呢 在你获得的同时呢 你也要相应的会有一些付出 所以呢 虽然当初的这个白棋啊 两步飞这样的形状就把这块空围起来了 看似呢 这个效率要远比 比方说小尖啊 再小尖啊 或者说拐啊 再飞再小尖 这样呢 都会要省出来这个一手棋 可以看作是省出来一手棋 但是实际上在这个连接上面 同时白棋也是出现了这样一些可以让黑棋有机可乘的地方了 好 这个地方有意思 那么我们接下来看 当黑棋做好了这个 断一个跟白棋接的交换之后呢 黑棋出手了 我想在我们之前刚才说到这个白棋的连接问题的时候 可能我们当把这个目光啊转向到这块这个局部的时候 也许我们亲密朋友们也能够想到黑棋碰进去这样的一个手段 那么这个机是怎么回事 如果说白棋档的话 这个机就变得非常的简明了 黑的 翻 因为我们的前提呢 就是在这个白棋的空里面 尽可能的出棋 尽可能的破坏掉更多白棋的目数 这样呢就能够达成成功 所以说呢 这个棋黑棋的这个目标还是比较的清晰的 如果说白棋挡 黑的就一般 白棋必须冲了打吃接住 然后呢 黑的再一挡 这样呢 白棋就必须要吃过来 此时我们应该看的比较清楚了 黑的就可以连回家了 这样如果说这两个子被连回去 黑棋还可以再多打一下 这样关子的话便宜一点 如果形成这样的一个变化的话呢 白棋的这个目数一下子 从这个大势来一看的话 起码实木棋就要亏损出去 那么在这样一个阶段 如果说白棋有这样的损失 可能这个棋的这个优势和劣势的一方 就要倒转个个了 所以这个棋呢 白棋当黑的一靠的时候啊 白棋的挡是眼见的最不能够接受的一个图 那么所以说呢 白棋要考虑一些别的办法 那如果说搬在里面呢 搬在里面啊 像一般对于对方这种靠进来的棋 一旦你选择了一个斑呢 就一定要担心对方的断进来 比方说此时的黑棋断一个 白棋不能在这个两边硬了 如果说吃过来的话 黑棋 这个棋呢可以打吃掉 或者说就直接吃一下 白棋如果提 黑的一冲 如果白棋断 黑的打了一冲过来 这棋呢就出棋了 所以说这个棋啊 相对来说 对于白棋来说 当黑棋一断的时候 这个问题肯定是比较严重了 而且刚才好像摆的这个图 不是那么的简明 似乎可以直接冲过来 那这样的看得比较清楚 刚才那个图大概是 我有计算上的实物 这样子的话 我们应该可以比较清晰的判断了 黑棋从这儿护过来 那么如果说白棋走这个的话 就被吃连不回去 我走这个被吃 所以说白的只能接 但是接的话呢 黑的可以从这儿跑 从这儿跑就意味着 白棋必须要把这个吃出来 然后呢 黑的再一吃 所以啊 当这个断上去之后呢 两打 我们都知道 有一个术语叫做两打 同情不打 所以这就是一个保留的 这样一种 很精妙的所在了 白棋黑棋保留到现在 恰巧呢 能用上了这个一边的打吃 如此呢 白棋提黑的一粒 显然白棋杀气呢 是杀不过黑棋的 所以这个棋啊 一旦被黑棋断上去 白棋的味道啊 就反而会变得更多 让黑棋可以借用的地方呢 这个头绪也是随之增加了 所以黑棋呢 靠上去的时候 白棋 作为白棋一方 要尽可能的减少 对方的头绪的增加 那么再来看 那同时呢 又要防止对方很简明的 把自己的空破掉 这样的手段 所以呢 白棋长一个 这样呢 如果黑棋直接冲 白棋挖过来 可以打吃的话呢 白棋就接住 黑棋这个地方 没有任何的棋 如果搬的话 白棋可以冲过来 打吃 白棋就打 这个地方度不过 只跟刚才 我们摆的度过的形状呢 还是有区别的 但是呢 现在这个次序 就非常的重要 黑棋如果稍微的 下挫一边的话呢 可能这个 在空里出棋 这样一个 比较宏伟的计划 就要功亏一篑了 所以这个时候 冲一定要小心 此时的黑棋 非常的谨慎 把这个打掉了 这一打呢 我们就意味着 当初的这个段呢 就要把它派上用场了 提掉 对白棋来说 是没有什么选择的 然后呢 黑棋 跑 第一个跑呢 是一个关键 这跑如果说 白棋 双一个 那么我们会发现 黑棋接住是先手 这样的话呢 黑的就可以冲过来 然后一扑 一提 打湿 这样就明显出棋了 所以说这个地方啊 其实当黑棋 一冲的时候 白棋这块空 要被破掉的 这样一个事情 是在所难免 但是呢 实际上这个棋 还是存在着一些变数 就是说白棋 要把这样的损失啊 尽量的减少到最小化 那实战的白棋 如果说 我们看一下白棋 还有其他的下反吗 如果说接住的话 这个棋 背后的立下去 显然杀气也不够 所以呢 实战的白棋 是吃在这了 那吃在这呢 黑棋 就可以冲 白的斑 其实啊 这个实战 对于白棋来说 接下来的这个下反呢 是犯了一个非常严重 也是相对来说是 嗯 可以说是 不能够被自己 不能让自己 原谅自己的一个错误 因为本身而言的话呢 如果白棋 下了正确的招法的话 这个棋的胜负 应该说还早 甚至于 白棋 依然是一个优势的局面 但是 实战的这个流星呢 犯了一个非常低级的错误 此时呢 白棋 同样是不能够 把黑棋挖断 如果说开截 比方说走这个 黑棋 打吃过来 白棋提 黑棋要靠 白棋要靠这个 跟黑棋 打截的话 是不现实的 因为黑棋 紧接着 如果说这个棋 棋剩的话呢 这个棋是带着响的 就是说被黑棋提过来 下一手还可以再提 所以这个白棋 有点受不了 那么这个棋呢 首先我们要排除 那么也就是说 白棋 把这个损失减小 到最小化的方式呢 就是 把这个提了 再连回来 比方说 提到这儿 这样呢 首先黑棋是不能冲的 如果冲的话呢 白棋会挖吃 这个棋呢 白棋就要接住了 如果黑的吃 白棋就吃 如果黑棋提掉的话呢 白棋把这个补在外面 我们会发现 这个局部啊 黑棋如果团的话 被白棋小间 局部还是没有办法 做出两个眼 所以当白棋提的时候 黑棋是不能拐下去了 那如果不管呢 作为黑棋来说 就是破掉一些木树 怎么见好就收 基本上是这样接住 然后白棋爬过来 那么其实黑棋呢 也是破掉了一定的木树 但实际上呢 这个木树价值啊 可以看出来 破了 一二三四五六 七木棋 差不多 七木棋左右 虽然说也是很大的 这样一个棺子的差别了 但是呢 黑棋由于在这个破的当中呢 破空的这个过程当中 使得白棋的周围 其实也变厚了 这样的白棋在这个 以后的收棺当中呢 会相对来说 比较有利一点 那如果说是这样呢 据这个棋手当时的判断 似乎还是白棋小优的 一个局面 所以这个导致啊 白棋最后失败的 这样一个原因呢 主要还是白棋的 实战的下一手棋 所以说起这个 刘欣跟谢赫这两位棋手 他们其实在这个年龄上呢 是差不多的 也算作是同一辈的棋手 所以相对来说 对于这个彼此的棋风的风格 还是非常的了解的 那么相对于 我们的棋迷朋友来说呢 这两位棋手 想必也是非常熟悉了 那这个对于刘欣而言 他的这个棋风是 应该说是非常特立独行 有自己的一套这样的 对其的理解的 这样一个棋手 那谢赫呢 曾经在这个比赛上面啊 擂台赛上面啊 达成了非常疯狂的连胜 那么也是让我们记住了 这个非常在这个下棋的过程当中 脸上没有任何表现的 没有任何表情的 这样一位棋手 被我们称为这个淡定哥 那所以说呢 在这个这两位棋风非常鲜明的 棋手在这个对垒当中呢 我们可能希望看到更多是 他们精彩的这种在棋盘上的表现 那么在这个上一个 上一排棋当中 我们介绍的是白棋的这个点 这个强妙的收官 那么从这个局部又看到 黑棋紧接着 可以说是双方这个妙手 礼尚往来啊 黑棋碰进来 但是此时我要强调的是 白棋的这个爬过来 是一个毁灭性的错误 因为呢 他误算了 黑棋打尸过来 白棋提了之后 黑棋还可以继续提 也就是说黑棋提到这儿 是先手 这样呢 这个一来一回 比我们刚才算的 这个白棋直接提掉两子 让黑棋接回 白棋爬过来 差的目数 就是可想而知了 而且这样黑棋多了一个眼 对于这块棋的死活 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所以呢 在进行了这个交换之后呢 这个可以说 黑棋的这个破控的 这样一个手段大获成功 同时呢 使得白棋目数减少的同时 黑棋也将这个劣势呢 就逐渐的挽回了 所以最后的这盘棋啊 是黑棋获得了中盘的胜利 相对于白棋流星来说 犯了这样的低级的错误 是非常的 应该说会感到非常的可惜和懊悔的 但是作为这个 我们关棋的一方呢 从这个精彩的角度上来看 欣赏了黑白双方这种 在手巾上的运用和这个棋形上的这种拿捏的 这种恰到好处的这样一种棋 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说 应该还是会感到非常高兴的 好的 那么今天的这一番棋呢 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